小吃加工食品 多吃天然的食物 才是養夫之刀 秋香老師現在用虱目魚 來幫我們做料理 是 而且我加了新鮮的番茄 然後會加味噌 味噌 好 那我今天用虱目魚 那你要用蘆椅也可以的 用鮭魚也OK 就看你個人喜歡這樣子 那我剛剛鍋子很燙 所以我現在我沒有先放油 我先放那個洋蔥 對 不是 因為如果說 你是好的一個橄欖油的話 你那麼高溫下去 那油都會被破壞掉 所以我就先把這一些 就是爆香的先放進來 再把這個油倒進來 是 因為虱目魚 它本身就有一些油脂 所以在這裡我用的油並不多 那我把它稍微的就是 拌一下 對 拌炒一下 拌炒一下的時候 那個番茄也是必須要 現在就放番茄 因為它越熬越好吃 好 那我現在放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把它炒一下 那番茄就是一個脂溶性的 它的營養才會出來 好 那我們就把它稍微的剝開 中間 放中間 又一鍋多用 對 這樣子 可是因為要讓它接觸鍋底 它才會香 如果沒有接觸鍋底 就是像為什麼我們煎過的 魚去煮湯會比較好吃 就給它稍微煎一下 煎一下 OK 所以待會兒再放 現在魚讓它煎熟是不是 是 我先給它煎一下 然後再加其他的東西 吳醫師妳怎麼看這道料理 對 我們有提到就是說 它會有很多的食物跟顏色 對 我們脾胃來講 我們知道小婦男為女子 雖然雁寬老師叫我們要做氣功 我們要針灸 但是你的吸收很好的食物 它才會對我們的圓面 或者脂質的疏鬆也幫助 另外我還有一道 我們要針灑料理這個叫 扁豆 去獅中 這譬如說去獅中就很簡單 我們有一個人參 你說現在秋天比較氣管不好 我們也可以改成夕陽參 經濟能力比較不好的 我們也可以用擋參 然後再打用一點黃旗進來 然後它有一個主角 就是我們有去獅 我們去獅今天用了一個 就是扁豆 白扁豆 可以去獅化鑄 然後就是在夏天的時候 它又會有蕭可汁 指我們的鼠絲 然後芙苓 大家一直就知道 它是個美白的 然後我們把它這些東西 用好以後把它熬成 譬如說五碗水熬成兩碗水 然後先放在碗裡面 然後我們把粥品煮好以後 再把這個水倒進去 因為我們職業婦女很忙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汁 熬起來 凍起來 要用的時候 再把它拿出來跟我們的粥 所以一個禮拜 就可以吃它個什麼 兩次 早上的時候來吃 對我們的皮絲 或者是臉色黃 或者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臉色不大好看 有的時候覺得這兩邊都會什麼 黑眼圈 這個也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OK 好 我又放了 魚肉煎得差不多了 再放了豆腐 我一翻麵的時候 我就把豆腐放進去 豆腐放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 高湯嗎 還是水而已 加水就可以 當然你有高湯也是可以 對 我們加一些水進來 這個水就滾水 因為我們錄影沒有太多時間 可以等 這裡面我剛剛在煎的時候 大家都會烹調魚料理的時候 一定會加酒 但為什麼沒有加 因為我會加味醂 味醂裡面就有酒了 對 所以我們把味醂加進來 這樣子 然後就把這個像 花椰菜 蔬菜類放進去 對 是 因為吃蔬菜一定會漂亮的 這無庸置疑對不對 放木油 對 這個是穿耳機的 要回家的時候要燙一下 這要燙過的是不是 對 買回家一定要燙 如果沒有燙你放三四天的話 請你丟掉 不要拿來吃 不然會容易那些菌會 造成有一些會中毒 燙過再保存起來 對 是 好 那我們把它稍微的就過一下 拌一下 拌一下的時候 這個時候如果說你家裡有鍋蓋 你就把鍋蓋蓋起來 是 那就會比較快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稍微的等一下就好 我在這邊我就加味噌 味噌我們可以先調開 如果你沒有調開的話 如果你煮湯的時候 湯很多 你可以用一個肉燒 然後把味噌放在上面 整滾放進去 讓它溶掉就好 不是 要一個肉燒 對不對 然後把味噌放在這邊 然後用刮的下去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是一個湯菜 不是湯 所以我事先就用 溫的開水 記得 溫的開水 滾開水也不行 然後溫的開水 溫的開水就會調得這樣很 好濃稠 對 就是很絲稠的感覺 一定要溫開水 是 好 那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加進去 對 這裡面就不需要加鹽巴了 因為它味噌本身就是鹹味 對 是 那其實就讓它就是煮滾了 滾一下 最後再放下那個東西 對 秋葵其實現在就可以放進來 秋葵 因為秋葵下去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 勾芡感 對 有一個黏液的感覺 這樣一滾起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道幫你護膚的料理 就完成囉 試試這道鮮茄味噌四目魚 新鮮的四目魚跟番茄 加上味噌一桶料理 引領豐富的優質蛋白質 吃得健康又能保養皮膚喔 大家好 我是江坤君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好 前面